投資長 現在華爾街有一個陰謀論 說台積電的設備廠商在荷蘭 艾斯摩爾他的財報提早爆出來了 而且財報還真的很差 這是不是想要故意在台積電法說會之前 爆出來來打台股還有台積電的 會不會 我今天標題告訴大家 艾斯摩爾財報意外報 台積電法說會 江博廟會變法會嗎 我要認真告訴你 還有我從選擇權的邏輯告訴你 為什麼我大前天真的預告在前面 這到23,400點是壓力 那現在支撐是哪裡 上次上了一堂課告訴你壓力是23,400 支撐點是23,000點嗎 還有結算會不會見轉折 艾斯摩爾這次的財報意外提早爆雷 這麼大家公司是不是有陰謀論 跟台積電這次法說會內容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還有廣達鴻海為什麼這次那麼抗跌 為什麼賣掉的雙紅萬潤 反正賣了以後一直跌 這些獨家的老AI新AI標股 通常在今天榮耀華爾街 你一定要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 請務必認明 播中分析師的官方帳號 Facebook臉書只要看到贊助標示貼文 請立刻提高警覺 因為這百分之百是臉書詐騙 加入LINE後 先確認是否有銀色盾牌標章 還要點選大頭貼 只有粉絲人數超過18萬 才是真正的 郭子龍分析師LINE的官方帳號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10月16號 台股下跌281點 收在23,010點 愛斯摩爾財報提前一天外流 就算官網的連結 短暫出現後被移除 但是訂單量是遜於預期 讓股價是大跌16% 輝達以及台積電ADR等半導體股都中槍 非凡指數是很跌超過5% 每股指數低迷 台股今天也被拖累了 開盤是先下跌400點 跌破了23,030 不過在鴻海還有廣達利手紅盤之下 指數是站回23,030 一度攻到23,258點 只可惜尾盤賣壓來襲 中場是收跌281點 收穩23,030 後續盤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YouTube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全台灣創銷書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師 在這一波崩跌47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又在本波段的最低點 大力進場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龍投資者 投資者好 Coc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好欸 全台股跌我好開心喔 是 因為起伙就賺錢 你看鴻海 有些還拉到平盤 還一直拉到平盤 還是200元以上嗎 有時候你就隨著時間經過 你慢慢賺就好了 就像前幾天好多人 在罵我美債 我說什麼好罵美債的 我告訴你我賠500萬的 今天一下子就賺回250萬的 是的 欸我都講在前面的喔 你也可以查帳號喔 我都是公開秀給你看喔 我不跟你開玩笑的啦 出家人不打款語 姊姊也不打款語啦 我都講在前面 這麼多人監督我 這麼多人每天看我節目 我還是怎麼樣 活得好好的 最恐怖的是起伙啦 欸是八連勝還是九連勝啊 八連勝 天天賺錢欸 欸我都賺1000多點 欸每天這樣單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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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上去欸 好開心喔 欸你不要看我 因為有人還想說 啊 這樣包牌式的 股票做得多 起伙做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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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起伙做多欸 我這個整個趨勢 欸重點是 我知道最高是兩萬三千四欸 欸 撒下去這樣一來一回 快600點欸 才兩天一天半的時間 哇 一切一切預告的前面 你看起伙是不是影響到大盤 那影響到大盤 是不是影響到所有的台積電 對不對 你當然可以很簡單說 哇 那個ASML 愛斯摩爾的財報 這都有關係 就像總經理有些人 為什麼總經矇對好像很厲害 可是那時候他不知道CPI 不知道處理失業金 他不知道失業率 他不知道飛龍就業的數據 才是最重要的 解釋那些都沒有用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分析師 我沒跟你胡扯 等一下慢慢來給你看 甚至可以看重播 你第一天認識我你會覺得很誇張 覺得我在胡扯 沒關係 我們幾十萬的粉絲 全部可以驗證我的每一天的奇蹟 好不好 來 好 那這八天真的非常的扯 我們的期貨會員是八連勝 連續呢 八天期貨每一筆都是賺錢的 而且呢更恐怖的就是投資長說過了 23400點會有壓力 昨天呢 期貨是來到了23386點之後就跌下去了 再加上呢 今天愛斯摩爾的財報 這個爆雷的這個消息啊 兩天期止是跌了487點 但是在今天殺低的過程當中 投資長您居然在下跌300多點的時候 進場期止多單又大賺了170點 八個交易日呢就是賺了1010點 多空都是賺錢 期貨真的是準的不要不要的 那我們昨天呢 獲利46%出掉的雙紅 馬上今天就拉回來了 賣在呢本多段的高點 賣的真的很漂亮 還有我們的廣達 今天是再創兩個多月新高 我們最高是獲利24% 鴻海今天是債平波段新高 我們最高獲利是26% 那全職股呢 就是廣達跟鴻海表現最亮眼了 那另外呢就是一直被罵的 00687B美債ETF了 今天馬上就大反彈了 投資長您在前天呢 是親自加碼美債 馬上就賺回約250萬了 但想問一下投資長 23000今天是失而復的 是不是代表23000有支撐 那明天台積電法說會後 台股就打一就不 美債我講前面喔 所以我覺得 學生投票他的邏輯很乖 乖 我都說了跟我做 對不對 對 然後賠錢的你再來找我 那你可以晚一天沒關係 都算我的 嗯 不好意思打嗝 打嗝打嗝大家 沒聽到 昨天好像我也打嗝 我以為沒聽到 結果昨天節目重播好大聲 追求完美 我剛才講到哪邊去 對不對 如果美債你說 算了 欸 你說如果我真的讓你賠錢算了 不是嘛 哇 這真的買股票更飆 你去買米地零887啊 一堆人之前講港股很好啊 你去買很多股票啊 是不是 是不是這些有比我珠寶店這張股票好嗎 珠寶店什麼股票 等一下我再跟你暗示一下 是不是有比我紅海管達兇嗎 是不是 我一直要講有比嗎 有嗎 沒有 有嗎 NO 都沒有 都沒有 好不好 我這個都預告在前面 很多事情預告在前面 那個艾斯摩爾 這個 這個財報我請斯亞來看一下 那個截圖 什麼截圖 就是說 我們前天福利社的字卡 我們是不是還跟你講 艾斯摩爾是在 本來是禮拜三 美國股市開盤前要秀 嗯 所有財經節目 只有我們跟你講這很重要 而且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時候你在不在 恩典還問我說 要不要把這個放進去 我說要 這蠻重要的 我節目實在沒有講 可是我在福利社也有講 所以哲哲說的新聞 我社群 我社群的新聞比你想像中多很多 不然你想想看 怎麼可以起貨 多也賺空也賺 然後知道2萬3千也是壓力 2萬3千4是壓力 你看你債券我也很厲害 我都講在前面 這是我跟大家講的 沒錯吧 沒錯 都講在前面 而且很多人說 哲哲的債券怎麼樣 不行 你有沒有想過我主要招收會員 是在做股票 不是在做債券 不是 我做債券只是我自己 銜牙之餘 讓你知道我還是賺錢 而且你們都忘記了 我債券 之前還有其他家投顧 能罵我們的美債 我覺得他邏輯好奇怪 請他從美債跟我一樣 先賺1千萬再說好不好 我是賺1千5百萬出產 對 沒有錯吧 沒錯 這都有新聞 這都有新聞 債轉股 之前賺錢 就像巴菲特賺了100筆 賠100筆說 巴菲特你很遜 你們這個邏輯要對啊 是不是 再轉股沒有錯吧 這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很誇張 唉 都預告在錢 預告在錢 來看一下新聞 有沒有 有沒有 初期0050賺1千萬 這是第一次嘛 有沒有看到 這個《公安時報》報導 沒錯吧 沒錯 還有呢 第一次買00687B 這去年10月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有網友還說 然後說00687B買怎麼樣 買太早 買太早就最後等一下 哇 美債下跌的原因是因為怎麼樣 今年8月的時候有沒有 8月8號 郭忠祐賣完就崩了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怎麼樣 我去買0050了 我 砸9000萬的美債ETF 站上賺1500萬 去買最低點 買19662點的台灣50 是的 買在這邊 沒有錯吧 嗯 買在這邊最低點 你沒有錯 你沒有看錯 然後這邊出掉了 呵呵 對對對 然後美債 就哎呦 我應該從後抱回抱著 然後咧 你有沒有像我這邊 可以空手 然後在這邊買美債 沒有 空手買050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嗎 嗯 不行 你們就是要買最低賣最高 我有買最低沒賣最高 就好像變成我很混了 然後我一天 兩天我又賺了250萬了 嗯 這個就算了 這個還不是最狂的 因為現在 還是有賠250萬 因為本來賺500萬 本來賠500萬嘛 對不對 一開始賺1千5萬走掉嘛 好 你說之前都不算 好我這次賠500萬 我兩天又賺又變成支配250萬 對 這可能再過兩天變賺錢 嗯 可能再過一個月後 我又賺1千多萬 嗯 你不覺得好笑嗎 嗯 你在與其在抱歉的哲哲 你為什麼不模仿哲哲 嗯 剛才那個影片呢 那都是來參加我演講的 是的 全台灣只有我這樣號召人力 那只有我可以參加選股比賽 然後一季 又一季的打破 怎麼樣 選股紀錄 一季180% 通常大家一季他50%就 30-50%就是冠軍了 我180% 這就算了 還有人可以砸真錢 這樣 動不動就賺1千萬 對 你知道嗎 我昨天來看了一下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我賬戶什麼什麼 ACH代收代付 欸 他就是一個東西 我想說是什麼東西啊 我想說是信用卡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發現到 哇 我美在昨天你快兩百萬的利息 喔 啊不用錢了 原來是這樣喔 嗯 不用錢了 昨天00又87比 你們剛才都有拿到利息吧 對對對 難怪我也收到這個通知 喔你有 找到原因了 欸你好像欸 欸我們這不是 我們這不是雷搞過喔 你昨天 欸你莫名其妙拿到錢 你都 你都不會覺得為什麼 對想說為什麼 但晚一點查 結果我就忘了 喔因為你忙 因為我們每天事情很多 對對對 哎呦找到了太好了 所以你也是一樣 ACH代收是不是 對對對啊 是啊 那就是美在的錢啊 喔 是不是 然後利息 好像鼓勵會寫鼓勵是不是 喔 因為我很久沒買股票 還不能買股票 對啊 喔 ACH代收 他就是奇怪這什麼東西 我上網去查 你們看不懂 我看一下 附註 00687比 你看欸快兩百萬欸 這個都是我自己賺 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奇卧貴員怎麼賺 好不好 這個再講一次 來 奇卧最高多少 等一下給你們看重播 來奇卧最高 23386 23386嘛對不對 來看一下喔 嗯 真的每一天都要賺錢 你看6年勝 然後7年勝 有沒有 有 有沒有一堆 然後今天呢 8年勝 利不厲害 厲害 今天大賺170點 170點 對對對 這個8天每一天都賺錢 每一天 而且我不是老頭過 我沒有要跟你講說什麼 做個10筆 然後賺1筆 或賺3筆賺來給你表演 這很不屑 我講的是每一天 我只知道這8天 每一天就只做1筆 然後每一天都賺錢 對 沒給你造假的 好不好 嗯 來 在這邊做多啦 利不厲害 很厲害啊 很多人說 這這我奇貨 做空股票做多 怎麼樣都 都會對 嗯 胡扯啦 我今天就做多啦 對 對不對 嗯 你們冤枉好人 沒有關係 人在做天在看 喔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來來 來來來來 這個就是賺170點嘛 嗯 那你看昨天奇貨是怎樣 昨天奇貨最高是23386 沒錯吧 沒錯 23386到今天怎麼樣 22855啦 是不是 對 大概500多點啦 531吧 23386 487 對 487嗎 什麼啊 不要亂講話 23386應該是531 好 500多點啦好不好 好 是不是 500多點嘛 你看奇子貨最低是22855 對不對 對 應該是531點啦 好不好 你看500多點 昨天到今天 500多點 嗯 昨天到今天 500多點 欸那個很誇張欸 欸你要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成分析師好不好 為什麼我說很誇張啊 880 台紙其他這邊其實有577啦 因為我剛好請思雅來算一下 至少500多點 好不好 500多點 沒錯 500多點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行情 為什麼高2萬 因為最高就是23386嘛 是不是差23400點 差144點 是 我是不是 那是不是就符喔 如果在 前天就有人跟你講 23400點有壓力 你一定不相信 那你怎麼知道 而且一碰到壓力以後 馬上回檔快600點 沒有錯吧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重播 你會起奇畢哥他 來我們看生意對不對 來 因為我說賞務最多看好這邊嘛 他就壓力嘛 來 我還說美債怕賠錢 不要看我的節目啦 然後我建議你推出股市啦 好不好 莫名其妙 而且重點是 我是招收股票會員好不好 我不是招收美債一貼無會員 是的 全世界最穩人商品 被你講的一文不值 但是你用錯方向了好不好 你想買就買股票就好了嘛 股票中長期的績效還是比美債啊 可是如果大蕭條 你看昨天一點 應該美債就漲了 那不是B小風劇嗎 是啊 我從頭有騙過你嗎 我是講一樣的邏輯 好啦不重要啦 這個都講了快一萬遍了 只是有些人都聽他想聽的話 你這是很多人賠錢嗎 聽他想聽的話 喔 昨天有人說 蛇蛇你說好了喔 我買TOT 你賠錢算你的喔 欸 我算不是00687B欸 對 我還你那麼多 賺TOT應該也會賺錢 欸我買美債正惡也要算你的喔 正惡是正惡欸 我只講過正惡不關我的事情 正惡我可能會做 可是我絕對不會叫會員去做 因為那個操作技巧完全不同 所以你要清楚 你不要只聽你想聽的 你聽你只想聽的喔 你拜託你就不要看我節目 要你就常會要我會員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重播 前天重播對不對 沒有錯吧 再看一次 那時候被罵了對不對 我直接一氣四下 10月14號 說23,000是壓力喔 你看喔 結果隔天 就是昨天啊 23,000是馬上碰到就壓力了 對 馬上快到了就壓力來看 最多最看好的是在這邊 最多人在這邊看兩萬三件事 可是通常賞物不會賺到錢 所以這個最大衛品商數量 會是個壓力 記起來 這段聽不懂沒關係 YT可以怎麼樣 可以重播 你可以重複聽幾次好不好 所以最大衛品商 再強勢喔 這邊最多口在哪邊 最大衛品商在一萬 一萬口這邊 買買權這邊 買權的衛品商是壓力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突破了 所以兩萬三 就選擇錢兩萬三不是壓力 兩萬三千四才是壓力 所以一突破兩萬三 兩萬三不是壓力耶 反向做多 你看我選擇錢 所以你看我昨天反而是 兩萬三不是壓力 我這一突破了 展三四百點 兩萬三不是壓力 我沒有要再給你做空 我反而是怎麼樣 到兩萬三千四才可以付進去空 對 利不利害 厲害啊 我不只是運氣好 我是有邏輯的耶 提早跟你講耶 我幫你賺錢心法 這叫厲害啊 你要是不一樣的分醫師啊 所以我跟你講 有些同意的講我美債 他每次要幫我打廣告 對啊 你知道嗎 因為我到最後一定狂勝他啊 一定 我管理利息就兩百萬 一年就要零八百萬 你什麼好批評我啦 而且我 且真正的事實 所有的新聞都提到我 美債今年還賺一千五百萬走掉 有什麼好提事實啊 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 這都是事實 不過我跟你講我現在已經不秀對戰單了 對 為什麼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中央主管機關 不知道是不是同意有些來檢舉或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啦 雖然這合法的事情 不過沒關係 我也都尊重每一個人 只要只剩紅 我也不需要 我也跟你講 我昨天其實我不想再買兩千萬 我也很怕 很多人覺得說 這是因為賺錢這麼簡單 的確啊 從股票市場裡面賺錢 的確對人來說不難 我真的不難 我真的是我的心態 我們剛才開玩笑 那個髮型設計師說 這隻二 你怎麼頭髮 怎麼這麼黑 還要跟你們這樣講嗎 有有有 你有白頭髮嗎 你有沒有 一兩三根 我說我這邊也有一兩根 他說這樣很少 你這個年紀這樣壓力 我說因為第一個 我有吃Belting Belting 維生素的那種 可以維持頭髮 你們自己參考 我都喜歡吃那些保養品 我不會喜歡吃沒有的 我喜歡吃這種科學根據 像比如維他命C 你真的可以感冒 可以預防感冒嗎 真治癒感冒 你一開始也不相信我嘛 那第二個就是 你要化解壓力 你每天要花很多時間 我每天花很多時間 要跟自己對話 而且我是享受這個過程 我不只是享受賺錢 如果只想賺錢沒時間 因為我沒時間花 所以你要去了解我這樣的人 我在批評我過程中 拜託那些同學 你跟我一樣 你先一個月錄100支影片 那你就算賺到錢 你也沒什麼時間花錢 你再感受我的感受 再批評我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再去參加選鼓比賽 得到冠軍 然後甚至突破我的紀錄 其實參加比賽我就可以有勇氣了 越批評我的也越不敢參加比賽 真的這樣 那第三個像我一樣可以砸真錢 三個都做到以後 我 亮你是一個好漢 你要批評我我接受 真的 可是他們一件事都做不到 越批評我的一件事都做不到 我講真的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好不好 人紅是非多 人紅是非多 來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期貨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 是不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簡訊 再看一次 先看第一筆 那哲哲你現在會問我 這個剛才都是蠟迪賽 我直接告訴你結論 所以你看 我前天你很多人覺得 哇那蠟迪賽 在講廢話 沒有我光是選擇群 一下講教你的你就聽到嗎 就50分鐘裡面 就算我30分鐘跟你聊天 講我的 譬如說我頭髮有黑 那怎麼樣 可是我只要3分鐘是講真的話 是講認真的話 剩過你看的30位分析師 你要記得這個邏輯 好不好 不然姊姊不會是最紅的 80萬粉絲好不好 全台灣沒有人 沒有一位分析師粉絲比我還多 一位都沒有 這是事實 可是我比他們過得很認真 很辛苦 只是我甘之如意而已 好不好 OK 然後我跟你講 我剛才講到是前天的壓力 這是最大的評價 買錢最大的評價是壓力 我就不多說 因為散戶在這邊 他不會讓你賺到錢 聽懂嗎 這麼多人要壓 以小博大 我做磚 這社會就這麼黑暗 做磚的人不會倒磚 理論上 不會長期倒磚 好不好 好 那這邊呢 賣權裡面最大評價是 怎樣 2萬3 2萬3就代表支撐 相反的 散戶要2萬3在這邊做空 往往會跌下去 跌不下去 不會了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收盤送保 2萬3千年 懂嗎 懂了 有 你看前幾天都是 2萬3是最大評價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賣權 相反的賣權這邊就是支撐 支撐了 這邊是壓力 2萬3千4是壓力 買權最大評價是壓力 賣權最大評價就是支撐了 為什麼 因為不會讓散戶賺那麼多錢 因為散戶都會 壓寶 低於2萬3 有兩個散戶 兩群散戶 一個是 做多2萬3千4的散戶 買買權 另外一種是做空 怎麼樣 2萬3 的散戶買賣權 這樣就知道 會做賣方的就不討論 因為大部分不是散戶 好不好 或者是真的不會做股票 不會做選擇權的人 傻才去做賣方 其實台灣的選擇權有點悲哀 被那些網紅搞死了 真的 以前動的都幾十萬 真的被搞死 所以我有時候 我很不喜歡那些沒有牌的網紅 他們 跟投顧分析師做一樣的事情 說穿了 他們要收你的錢 願不願意負責任 明明給你賣軟體 又不願意負責任 你問他是不是股市建議 他馬上跟你講不是 因為他知道他講是的時候 他馬上要被抓去關 可是不讓他們講是不是 其實都在做違法的事 懂 好不好 OK嗎 我都歡迎你們去參加他們的檢局 那我也不知道針對 我也不知道針對哪一件事情 因為你現在對我們不公平 你聽懂嗎 你看 我一個事情我人紅 我說實話我促進大家 對分析師的要求 然後我秀我的對單單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這是促進風氣 可是我還是尊重主管機關 我覺得我這個人就這樣子 我也不要造成同業的困擾 OK沒關係 你們覺得他都是我的搜索會員 沒有關係 可是你知道那些網紅是不受影響的 除非他被法律判刑的 很多人被判刑的 好不好 我說真的 該檢舉就檢舉他們 我是認真講的 除非有種網紅 你就是純粹怎麼樣 不收錢 我可以接受 可是到最後其實他部分都會收錢 95%啦 好不好 我們扯遠了 所以那接下來怎麼看 像今天艾斯 我剛才講的一些有點抒發的感覺 可是其實我也告訴你選擇支撐壓力 所以明天23000 可是因為 我跟你講口數越大 支撐或壓力越大 23000的支撐沒那麼大 因為他有多少口 多少口 7000多而已嗎 6000而已很少啦 以前都3、4萬 以前23000、3萬 然後2900、4萬 2800、5萬 類似這樣你知道嗎 加起來10幾萬 那就真的有壓力了 所以這個雖然是 真的有支撐了 或真的有壓力 這雖然有支撐 這雖然有壓力 這雖然有支撐 可是那個架構沒有很穩 那個地基沒有很穩 懂嗎 懂嗎 懂我還說很多集 有沒有因為需要的東西 有 有了齁 有了齁 今天外資回補了6732口 你看最新的數據 嗯 對不對 最新的數據外資回補6732口 嗯 本來因為 因為量1.50 為什麼這個時候會錄影 1.50幾分的時候是說 市場沒有錯吧 本來是回補1700口的空單嘛 結果現在看的是回補6732口 所以賞戶外資是一樣 怎麼樣 逢低他趕快回補 是不是我都懷疑 外資是看我的節目啊 是 是不是 逢高再去空 對 所以我跟你講 為什麼台灣股市 我說跌又跌不下去 我今天為什麼做多 因為點閱率下滑 我又去觀察一下 比如說飛防啊 東森一些節目 財經節目 近期他們的點閱率 製作人應該頭腦很痛 他們的點閱率 就是他們這一波段的新低 甚至今年新低 我們都有看點閱率嗎 有 點閱率是真的有關係的 可是不能只看點閱率 因為你說點閱率上不科學 真的蠻準的 可是我會參查很多的數據 基本面的數據 艾斯莫爾的數據 我看點閱率也是 點閱率是賞戶樂不樂 但是他不能影響美股 因為美股如果每天 我說哇 這個點閱率很低 賞戶資本指標嘛 就像我剛才講的 做買權你要做多 反而是不能賺嘛 像很多人會用那種反指標是 那個小台多空比 微台值多空比 這最簡單的 這最遜的 所以你看只是用進階的 不要說最遜的 最簡單的 只用進階的告訴你選擇權 再進階的告訴你點閱率 那不一樣的東西 你懂嗎 懂 點閱率最近都新低 我昨天看我點閱率 哇少了1萬 是不是 新低 雖然我是 那個壓死的駱駝 還是比馬大 少了1萬 我還是有10幾萬點閱率 對 我看到其他人的點閱率 哇那種大財經節目 哇 3萬 5萬 從來沒看過 以前都20-30萬的 是 所以我看了一下是發現 是賞戶整個冷掉 可是越是冷了 怎麼樣 韓晴越怎麼樣 越會噴 越會飆 對對對 這就是賞戶的悲哀 那記得這件事情好不好 學到東西有沒有 嗯 每天都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學到東西來看一下 來 今天直播人數6700 也比較多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每次一疊就比較多了 好不好 OK 新日新委屈呢 我不想理各位 新日新委屈 每次一天沒展就不行了 好不好 世界最強是哲哲老師 謝謝 目前啦 目前 今天空到回補 我剛才不是說 那個7000口嗎 我來看一下 有 是不是 有講啊 是 事實上沒有錯嘛 本來是回補 6732口 這出去 來看一下 今天回補670032口 有沒有看到 6700 有沒有看到 6732口 然後現在只剩32317口空單 你看我們隨便問我 我都隨便可以答 嗯 嗯 over Date Money啊 嗯 我死錢 就行了 嗯 他說台積電買台積電是死錢 我說什麼死錢 笑死人 對啊 人家死錢文化咧 嗯 他說就是Date Money 這個錢就一灘死水 嗯 我說你不是什麼Date Money 你要把它當作Sugar Daddy啊 有沒有 你是把台積電當作Sugar Daddy 是不是可以跟他提錢 可以 那Sugar Daddy 啊 Daddy我要錢 拿個錢給你 對 呃 只能說 呃 其實 就是 現在很多人才跑到本土分析師 以後來到摩爾啦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 薪水都比外資的薪水來個 十倍很正常 不好意思 摩爾啦 其他家我不知道啦 嗯 摩爾一半以上啦 似乎 三分之二以上很好 我不會說每一位 因為還是有 還是有差別 我講實在話 我都講實在話 可是至少我們平均薪水 絕對是業界最高的 也比外資高啊 好不好 期貨說太多 說一些股票 OK沒問題 可是不要這個口氣喔 呵呵呵 只是開心就好 而且你還是聽不懂 期貨會不會影響大盤 會啊 大盤會影響台積電 會啊 台積電會影響股票 會 環環相扣的 你用這種很簡單的邏輯 難怪你會被其他老師騙 他才可以說 我都不用管行情 我們知道股票漲停交 這些東西 說老實話 聽起來好像對 聽起來也真的不對 你聽得懂嗎 我說老實話 我沒有針對誰 因為我希望改變你投資的觀念 不然我每天看到CP 我看到那些數據幹什麼 我是白癡嗎 他為什麼我賺最多 不然太激動了 呵呵呵呵 是不是 美債終於反彈了 還要我買一次投等債 轉圈 對我們今天節目有跟你講 為什麼買投等債 最近跌比較少 好不好 好不好 期貨我跟你講多空買很強 其實我跟你講一件事 來 哲哲我都是要告訴你邏輯 其實我講那麼多 沒有一定要收期貨會員 我們真的期貨會員很多 可是拜託 差期貨會員要先知道 風險 期貨風險很高 對 期貨是有點賭博 他不算投資 尤其你在做單衝 可是最近是運氣兼實力都有 以後運氣不好的時候 我先講 不要再說你們忘記這一段 然後看說過著 哎呀萬一賠錢怎麼樣 沒有 我跟你講期貨真的風險很高 好不好 美債正貨我早就跟你講 美債正貨不要買 好不好 沒什麼好講的 OK 大盤轉圈真的很好 OK 他都當粉絲不當會員 都是都不懂你意思 沒關係 三天從來不敢輸了 來 台積電工作過就不會買台積電了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台積電的員工跟離職員工跟那些副理以上的等級的 他很多會參加會員 你知道什麼 他買不下手啊 他覺得台積電文化都常常幹掉 哦懂了 常常加班 uncore 你知道嗎 台積電員工跟我常常 我聽到一個沒訴苦 地震來了 地震是說 慘了 今天假要休息 要那個 要去上班了 要取消了 對啊 你聽到嗎 地震因為他想的不是家裡的 他想的不是家裡的小孩 他想的是慘了 我要uncore了 慘了 那個假期取消了 懂了 然後覺得說 啊 這樣壓榨人的文化怎麼會賺到錢 啊 這能賺到錢啊 你要看的是這些東西 你要從基本 你要看的是 你不要只看台積電 你要看跟外部公司比 你知道嗎 張舟蒙董事長 以前說過他有兩個對手 都是一千半的星星 他跟他fighting 這些現在 這些都不是一千半的星星 而對一百半不到的小baby 你聽得懂嗎 為什麼差那麼多 他研發銀頭感散 那人家都是只要最好的 我幹嘛要三星 他要過熱的 又不是冬天軟軟包 對不對 在2015年2016年發生的時候 好像是iPhone 6吧 那時候發生 iPhone 6 Plus 那時候就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現在後來 都不用三星的手機 這些過程你要了解 你沒有待過10年以上不知道 然後重點是 像今天艾斯莫爾為什麼跌 我現在已經講基本面了 艾斯莫爾他公布財報 他公布財報 提早公布啊 很好玩 有沒有 我剛才講 公布財報這個是訂單少一半 營收有達標 可是訂單是看未來 我原本說股票永遠是看未來 對 像明天台積電營收 要看的是第四季 營收技增 有沒有高達 像大摩講的9%以上 這個我不置可否 還有資本支出會不會到 370升380億 這比較重要 因為是未來的 越未來越重要 聽懂嗎 那這是艾斯莫爾 我具有影響台積電 也沒影響台積電 代表一件事情 那時候艾斯莫爾他講過 他說我喜歡你最新的機器 可是我很討厭他的價格 他們現在不想買機器的啊 動成幾十億幾百億啊 你懂不懂 每天要買幾台 那怎麼辦 我就玩 而且那個越萎縮下去 越製程越來越難啊 你懂不懂 你要 你要玩2.5D 3D 你要玩3D堆疊 玩COAS 所以為什麼每個人講COAS 你知道嗎 AMD的CEO他說 哇 台灣每個人都懂COAS 好厲害 可能台灣分析是太多了 可是最紅的只有一個 是誰 你知道嗎 是誰你自己知道 好知道 這個隨便看一下YT粉絲的人 就知道好 嗯 扯遠了 所以他們要玩2.5D 玩3D的去堆疊 就這麼簡單 所以COAS 摩爾 ASML 對 他的財報不好 一定影響台積電嗎 I don't sing a song 聽懂嗎 我告訴你答案 好不好 他可能就是COAS的製程 就玩這邊的 我不想跟你買這些東西啊 我去管什麼 兩奈米 一奈米 哇 再萎縮下去 哇 0.8奈米 怎麼樣 沒有意義啊 已經是摩爾電律已經到一個死巫桶了 嗯 你懂不懂 他只硬撐著 他是往3D堆疊過去 我講太多 怕聽不懂 反正 重點是 我不 我不一定需要這些製程 我不需要 需要一個艾斯莫的最新機器 我要往堆疊 往封裝這一塊去發展 嗯 所以他不能代表台積電的營收業務 一定差 聽懂嗎 好 你聽懂嗎 好 懂嗎 所以要看明天要怎麼講 可是我怕的是有利多還利多出鏡 這比較怕 呵呵呵 可是利多出鏡拉回不會太多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是什麼 第四季 所以你看啊 我是不是跟你講 今天要不是 我說2萬3百就有點高 我說2萬4要不是第四季我要走 有 所以你看我昨天逢高是不是啊 出掉股票 有出嗎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簡訊囉 嗯 所以你看到我講 青 青毛淡寫的過程中 你看到我帶到好多的起握 好多的艾斯莫 有 好多的那個 基本面的一些邏輯 好不好 你來看一下 雙紅是掛5百零百元買進嘛對不對 對 這禮拜二的簡訊 8月的話 兩個月前的簡訊 兩個月 兩個月 46%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 300萬變成快 300萬可以嗎 可以啊 210萬變成300萬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對不對 那幫我念一下昨天的簡訊來給你 好 10月15號禮拜二 昨天的簡訊 請賣出332是雙紅掛在746元賣出 從我們買進到現在 最高已經大賺超過46% 來 以後 我喝個水在幫我 你可以多講一些家話 哎呦 好啊 你說投資產46%很多 46%很多欸 我要跟他講我們的默契 現在不要重複了 因為我跟他喝水 好 來 最高已經賺46% 就像你講的 我跟你可以講說 210萬賺到300萬嘛 對 這是可以的 可以 是特購會員 有些會員說 昨天有人說 蛇蛇我怎麼沒有賺 一檔股票74萬 結果你再參加普通會員 你不是欺負我 對 對不對 你不是省小錢花大錢 普通會員不能抱怨雙虎 除非代表是 你本來就很有錢 你很有錢 你還要融困錢 他要幹什麼 是不是 你應該要升級好不好 雙虎有些特別會員也有買 好不好 我們最近都有 那個 娘家 回娘家專案 齊貨會員也有好不好 這個今天就截止了 我這個就不多說 洪海也這樣刮164元買進對不對 對 昨天的簡訊嘛對不對 是的 來幫我唸一下 好 10月15號禮拜二昨天的簡訊 恭喜2317洪海 股價表現不錯 最高來到207.5元 創快要三個月新高 我們多次買進 最高已經大賺26% 首相十股獲利虛報 來洪海今天 還怎麼樣一度 拉回平板沒有錯吧 對 還拉回平板對不對 一度也拉回平板沒有錯吧 有 你看他記錄線圖漂亮漂亮 今天還是紅K唷 我買來這邊 看160級 很誇張欸 我看都覺得很誇張 其實GP哥大欸 164欸 很漂亮 你看這邊最低啊 160 不錯不錯 不要不要 等於買來最低點了嘛 對 這樣拉起來 不要不要 這一波完全掌握到 你要這樣的分析師欸 我沒跟你開玩笑欸 不42萬嘛 厚炮欸 預告在前 事先的預告在前 你聽懂嗎 事先預告在前 所以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 你看洪海這樣足足的賺了一張 賺了4萬多塊 你不可能洪海只買一張的啦 你有錢你一定能多多一張啦 中壓中壓 是不是 你有160幾萬你一定全部買啦 10張就變200多萬 你懂嗎 真的已經弄融資了 融資我沒有建議 只是很多人至少他買洪海融資 他比較放得下心 放得下心煩 可是我跟你講 我都用現股來跟你算 績效 很實在跟你算績效 是不是這樣子很漂亮 我剛才講到雙紅嘛對不對 對 來雙紅今天怎麼樣 先跌啦 跌 為什麼我們每次賣就跌 對啊 為什麼 影響力大啊 為什麼 你看影響力大 還有什麼6187萬多元 是不是賣了就跌 是不是 對 這些股票 雙紅好像賺30還賺20 雙紅 46萬多元然後30% 對 你看我是逢高 我跟你講 所以我的步驟 我是講在前面 我們可以施後話 每次我就告訴你1500萬 我才要走 你不要跟我講那些話 我講真的 我有時候講話雖然很嗆 可是我在節目上 你還感受不出來 我已經把分析是當作我的一個 興趣 興趣 我的一個人生的一個興趣 你聽得懂嗎 我問你一件事啦 嗯 下個月張宗盟董事長 嗯 對不對 要發他自賺的 他賣這些書 我問你一件事他是要賺錢嗎 不是 90幾歲 錢都花不完要幹嘛 人生的一個成就感 這成就感 我寫這書是為什麼 我就賺一下 他說快2萬本了 嗯 而且重點是我還沒有去買版 有些人是買版滿的很誇張 然後咧 我才賺多少錢 5、60萬 對 比你薪水多少 嗯 能幹嘛 是不是我媽媽花那麼多時間去寫書 成就感 我希望你感受到我的成就感 在我滿足我成就感的過程中 也能滿足你對賺錢的快感 嗯 我希望這樣子我們彼此都開心好不好 所以這告訴大家 所以我要再告訴大家 台積電不論怎麼樣 如果利空跌 不用擔心 它還是會拉起來 好 因為第四季是全面做多的航行 沒有人在第四季做空的好不好 好 只要第四季有跌 就用力買 你知道學到東西嗎 好多東西 所以講很多股票了 不要再說沒獎 沒獎 OK嗎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直播人數多少人 太努力 20年努力 真的20年努力的啊 這要怎麼看 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不好 搞不懂怨氣那麼大人 幹嘛每天看直播 其實那都很少 你想想看 我每一天 每一天大概一集 差不多15到20萬人 20萬人裡面有 大概1%的人討厭我 嗯 你其實就差不多2000人了 沒算錯吧 沒錯 所以真的 沒辦法 人工是非多 對 這樣講講講真的 像我的酸民還算少 我幹嘛問那1%的人 可是那可能1%的人會3人乘5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提醒一下好不好 好 建議多少資金升級特購會員 這個 我不想那麼做生意的 每個人情況不同好不好 可是你不要說你這個資金 已經一兩百萬以上了 你還在 比如至少 你還做普通會員 我覺得可以升級 好不好 OK嗎 所以可以除了這段 我人生真的蠻多 故事 很精彩 你想想看我指的是一個 預錄障礙的一個小孩 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到了一個年紀才知道 所以蠻精彩的過程 可是其實成績就很好 可是那個很好過程是很痛苦的 有時候 以前看一本 有時候 就突然不知道為什麼會 就是突然分心 這真的不知道 我可能一本書 我可能 突然一本書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有時候讀得下去 有時候圖不下去 那真的就是 念下去然後 完全 完全不懂字的每一個意思 就是閱讀障礙 真的 然後有時候都憑感覺考試 當然考得還都不錯 都蠻嘗試第一名的 只是說 那個是很痛苦過程 因為有時候一本書 一頁 我大概可能 一小時都在這一頁 我是連最基本它的意義都不懂 就是 反正它很複雜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因為就像 我不知道什麼叫專心一樣 可是我跟你講 可是它 善地幫我關山川 也幫我開山川 股票非常適合我 因為我分析沒關係 它股票 它股票是Random的 它是隨便跳動的 對我來說反而很刺激 你跳動跳動的 你聽懂嗎 我知道邏輯夠好就好了 不像考試你考試細心 你這一題如果萬機 看這個過程也不重要 股票我可以慢慢來檢查 我的邏輯思維對不對 你聽懂嗎 所以我覺得 真的我人生 而且你看10萬塊起家 其實過程都很精彩 所以還蠻刺激的人生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怨氣大人就像 跌體盤股票 被分手知剛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上帝幫你關扇窗 也幫你開扇窗 以前的我 畫面給我 以前的我是 上帝幫我關扇窗 我一定要把那個關門的窗打開來 證明我自己是天才 請你不必 這不需要 真的這是 輕描淡寫 可是它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就像詹忠的董事長講說 他博士班沒有考上 是他人生最大的轉捩點 你聽懂嗎 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有時候失敗 就像那個誰 那個黃仁勳他也講過 Suffer more 你要越痛苦越好 他以前就是創業那麼痛苦 讓他覺得現在享受這個過程 前面都講過類似的話 好不好 講下去你發現 哲哲其實看很多書 我喜歡看成功人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這也是蠻不錯的一個過程 好來 對最好笑的是 認為相信哲哲會財富對財 就跟我對坐嘛 對啊 又不敢對坐的 同意也是一樣跟我對坐 是不是可笑自己 又不敢對坐他講得很好 對羅吉宇沒錯吧 台積電會被美國反托斯拉 搞看怎麼看 如果川普在的話就會 所以你買美在有一種避險 懂不懂 今天一直很多要按讚你看 跳出來 跳出來 這邊 右邊 右邊 燈燈燈燈燈 看這邊 好不好 哲哲見貴哥看三幾歲 真的 嘿嘿嘿 好啦 這不是重要啦 對啊 沒有 這樣子 好 好 這要講個故事嗎 我們最近 我最近來當那個算算 不要講 反正就很簡單說 我看起來年輕啊 三幾歲一樣 因為他們那麼沒辦法接受 怎麼看你那麼成功 你是老一輩的人 沒有關係 是車遠的 這只有看阿土伯的故事 而我不是跟你講說 你看哪種阿土伯 是那個大富翁阿土伯還是什麼 我說他因為覺得22台救護車 我才想跟他PK 要比賽 不知道比賽誰賺多少錢 比賽誰會虧多少社會 好不好 我是輸他的 這就是人活著的目的 就算他離開在人世間 你看 大家還是記得他 阿土伯一號救護車 二號救護車 在怎麼樣 在桃園阿在新北市站跑啊跑去啊 你不覺得這個生命的長度就變長了嗎 我覺得你看開這一切 我覺得人生一把 活著 爛活著也是一條命 好 活著精彩也是一條命 你為什麼不活著精彩呢 這跟大家講好不好 折折自轉 這個不一定賣的好 沒辦法 我要做就做最好的 OK 但TG有說會專員聯繫 但沒接到電話 你直接講你是誰嘛 好不好 等一下那個私訊我好不好 Line Edge私訊我 那Line Edge私訊我記得一件事情 來 他說專員有聯絡TG 我們就很忙 所以你看有人抱怨 剛才不是有人抱怨嗎 對啊 抱怨什麼 看一下 他說TG啊 Telegram有專員說會聯繫 但都沒接到電話 這不用放大 Telegram有專員會聯繫 但沒接到電話 為什麼 不好意思我們會員太多了 對不起 我們真的每天要加入的很多 所以哲哲真的沒有 我有些人不看我節目 我也沒有到非常在乎 因為那都是少數人 因為人在做天下看 我真的是每天工作到很辛苦 可是我是甘之如意 還要這樣子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不好意思 那可能第一個你有沒有加錯 應該不會加錯 詐騙集團的服務應該 詐騙集團服務會比我們好 這樣講不就對 來點這個 手機拿著對點這個區域對不對 對 那就有個連結有沒有看到 就有賴連結跟TG連結加 確定你手機要加對的 第二個 或者是怎麼樣 你那個如果是拿橫的對不對 隨便點個任何區域 點一下就好 就有標題有沒有 左上角色有標題 這都知道嘛 點標題後對不對 右邊就有連結了 也是LINE跟TG的連結好不好 這連結就對了 就不要問我了拜託好不好 然後點怎麼樣 盾牌 那出現這個LINE以後 都會有盾牌對不對 再點照片怎麼樣 看一下好友人數 好友人數 現在好友人數20萬以上 對 你覺得詐騙集團有辦法 好友人數20萬嗎 不可能 沒有那麼多人會被騙 沒那麼傻了 你騙了幾百個人可能有機會 所以 有盾牌 加照片 好友人數怎麼樣 超過20萬 20萬才是對的 只要點照片有好友人數 20萬就對了 就不要懷疑我了好不好 來看一下我們剛才昨天的對話 我害氣死了 對 臉書全部都詐騙的 臉書只要寫贊助的 全部都詐騙的好不好 以LINE為主啦 欸 世耀怎麼沒給我 來看一下 來還有這邊有給了 你看昨天出現了很好笑的事情 來 他誰對不對 還有什麼 這賴對不對 詐騙死全家 罵我啦 我很生氣啦 你看我昨天10點都還在工作啦 你知道嗎 你來亂的喔 你是沒有看我節目喔 詐騙集團 這蜜啊 沒關係啦 我有問過他同意 點一下照片就知道真假了 我粉絲這麼多 LINE有20萬粉絲 還罵我假帳號 罵我說是詐騙集團啦 莫名其妙 我說你要不要收回你講的話 先點一下照片吧 如果還是不相信我對不對 就不要看我節目了 不要叫我LINE莫名其妙 加我LINE又罵我 好奇怪喔 就是你看喔 詐騙死全家 莫名其妙你看喔 點我照片就知道有粉絲人數有沒有看到 哪個詐騙集團LINE粉絲人數有20萬以上 然後馬上說對不起 嗯 你看莫名其妙 對啊 我說年輕人 以後不要這麼衝動啦 好不好笑 好笑 你不要叫我賴要罵我好不好 每天為這些人真的很忙好不好 所以有學到東西好不好 所以最後我告訴你 其實台積電我覺得把座位 多也好空也好 台股位階高 怎麼樣 有高的座把 好 台股殺下去有低的座把 什麼意思 我騎貨是不是殺下去我坐多 對 昨天拉上去是不是做空 是的 再看一次嘛對不對 嗯 昨天已經怎樣幾年剩了 八年剩 八年剩嘛是不是 對 昨天欸今天八年剩啊 你看昨天怎麼樣 昨天是不是靠近兩萬三 兩萬四的時候空 有啊 是不是你看展那三百點都沒有做 但是你可以說 哲哲我也可以做這一段的 你真的很莫名其妙 這一段的可能可以做多 可是你都已經到這邊有壓力了 對 那為什麼不是在那邊做空呢 是啊 找不到這樣可以挑剔的分析師啊 找不到這樣子一點挑剔 都沒辦法分析師啊好不好 兩萬三千四做空 殺下去我可以做空 多空皆宜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代表台積電 不論是多還是空 我都可以怎樣 都可以操作 我都可以操作 我都可以帶領 你做股票賺錢 你看昨天空 今天多有沒有看到 有 八連勝了 八天都賺錢了 在101010點沒有一天賠錢 如果期貨會員 你照我的簡訊操作 我一天賠錢 我下來還一句公 好不好 好 應該沒有啦 沒有啦 對啊以簡訊為主 對啊 真的 如果想著以後 我還在想一下 有沒有萬一 你會很多 你有沒有弄意思 應該沒有 來 所以你看哲哲講話很謹慎 洪海你看 你講話之前一堆人被人家抱怨 一堆會員其實抱怨 哲哲 我買洪海幹嘛參加會員 當然要參加會員 一堆洪海跟台積電的人 要參加會員 因為他們自己看不懂台積電跟洪海 你懂不懂 你不會抱久的啦 哲哲我參加會員幹嘛買廣達 可以啊 因為你就算是廣達的處長 你也不一定會賺那麼多啊 你聽得懂嗎 沒錯 最高賺24% 也快300元了 239元買 然後最高297.5 今天還翻紅 是不是一度翻紅 是不是沒錯吧 一度 對 真的我之後這個時候我一度翻紅 我之後給他一個泡麵的名字 一度讚 一度讚 對一度讚 路甲路讚 你這個哏不錯 你有學起來 你現在不錯跟我一樣學哏 好不好今天還紅K 一堆股票學紅K 一堆股票紅K有沒有漂亮 有 那我們今天要擋股票來來來 什麼 猜一下 珠寶店是誰啊 是你們知道 我已經個破哏 珠寶店 Breakway也是AI概念國 我只能這樣點到極致好不好 嗯 有沒有覺得不錯 而且我一串還長了 我們說我一串跟我一樣 沒在 敢砸症前的人都是對的 不要去相信那些有沒有的人 真的行為上愛你 行為上每天很認真錄影 照資格批評我好不好 應該照理說應該是我批評的 我也沒這樣做 有誰比我認真 辛苦的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好不好 每在這樣兩天就250萬了 那還有 還有什麼 昌宏啊 46% 46% 還有每在還有快200萬的什麼 利息啊 你也領到利息 恭喜你啊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不錯吧 好不好 有沒有開心 有 是不是比 存定存好 對 你也愛我價差我現在在那邊賠錢 等 我賣掉你賠錢再說好不好 OK嗎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也要怎樣的分析師 結果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有 不論對我有錯 我一切切預告前面 你去想看你也要怎樣的分析師 想清楚了想明白了 怎麼樣 歡迎怎麼樣 來電洽詢080668085 或加我LINE 私訊我告訴我說 折折 我有賺錢需求 那我答應你 我是全台灣最紅的分析師 你可以換你比較 沒有人LINE粉飾人數 沒有人YT粉飾人數比我還多 我YT YouTube50萬的 沒有人像我一樣 80萬粉飾人數 你要選就選最好的 你們家有沒有 有沒有最好的分析師的簡訊 有沒有最好的分析師的操作 你一定要來參加我行列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掰掰 我們的期貨會員 已經連8天都是賺錢了 還有我們獲利46%出掉的雙紅 轉記一檔股票是什麼呢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們行列 電話趕快撥打 0800668085 我們等大家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 最近大變盛行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 LINE小組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小組A178 Telegram私人帳號小組S178 注意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